下载那个在范例档里面的这一个 就是范例档里面的这一个 寻找与参照 那这个主要就是说 如何在我们的Excel里面 寻找你要寻找的东西 放在你应该放在的位置上面 那这个地方的话 比较常被用到像Vlook函数 不过Vlook函数绝对不是万能的 它有很多地方是办不到的 如果它办不到的话 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可以帮它去完成 你想要完成的事情 那第一个当然 你把这个范例下载之后 记得就是它下载 应该会放在那个 帮你下载到那个这边 上面有个箭头 记得从这边点击它 那下载之后的话 记得点击旁边这边有个箭头 在之下载中开启 那并且把它解压缩 解压缩出来之后的话 里面大概 把它解出来 这个把它按右键 解压缩 解压缩制止好了 我这边有7ZIP 那里面的话呢 范例非常多了 那我讲过468个范例 全部讲完应该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挑一些我觉得比较代表性的 打开来之后的话 请各位开启325这个范例 325 这个范例里面呢 它就是要我们做的就是说 把它切割开来 这一边是原始资料 这一边呢 是最后完成的 有没有发现 这个入职时间 就这一个 它要放在这边 姓名 这个 放在这边 公号 放这边 内部号码 放这边 这样子 本来是有四列 变成 四篮 有没有 四列 四篮 那本来前面有 这个 栏位名称的 这个栏位名称呢 不要出现 因为上面已经有栏位名称了 应该懂那边两边的不同点吧 OK 那 当然 这个里面已经有参考的答案了 它要 indirect 不过 indirect 我 用的不太习惯 也许你可以用其他方法 反正 无论用哪一个都OK 它用replace 那请你把这边范围先delete掉 请试试看 按照刚刚讲的 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快的方法 把这件事给解决掉 但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能只能用原始方法 什么方法 点两下 选取 Ctrl C Ctrl V 对不对 然后再来 点两下 Ctrl C Ctrl V 哇 不得了了 OK 那如果你这家公司很大的话 几百个人 几千个人 那你每天再做这件事就好了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 最好是做一次 用向下 向右 向下 事情就全部搞定了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做的 最好是怎么样呢 如果可以了 你甚至可以进化到 这样子 按下一个按钮 人事资料 全部就搞定了 那这样会更好 OK 不过 这个是第二阶段 一个是用那个函数 内建的函数 一个是用VBA 按下去 全部就搞定了 那怎么做呢 我想先想想看 那请各位下载范例 范例就是325这一个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这个是我做出来的 因为书里面是用indirect 可是我觉得indirect 用感觉上 我不是很喜欢 而且不是很习惯 所以我用了 我比较习惯的方式 我用index 那里面的话呢 还会用到一个column 跟一个roll 还有一个replace 总共四个 这四个应该算是 进阶函数 为什么 因为可能 你们用到的机会 都比较少 可是如果你会用的话 你做完之后呢 等一下就直接怎么样 直接就是 向右 向下 全部就完成了 OK 如果你会的话 做一次就完成 可是当然你想说 哇 这四个我看了眼花缭乱 还有一个LEN LEN 那总共会有五个函数 你想说 那这怎么一次做完 其实当然不是一次做完 你可以分成几个阶段 按 我讲过了 你可以拆成好几个部分去完成 首先第一个 我先把这个先 先把它delete掉好了 也许我们用这个 空的 那里面的话呢 当然你可以去思考 第一个 我要怎么去抓这个资料 然后把它放在这边 如果你要抓资料的话 你可以 可以先去熟悉一个这个函数 叫做index 不知道各位熟不熟悉这个 那所谓index 里面有讲过就是 某个范围里面 你告诉它哪一列哪一篮 它会帮你把那个 那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帮你带过来 OK 所以index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它会问你说引数 我们用第一个按确定 好 它会问你说array 就是你那个范围在哪里 那我的范围是从b2 一直选 选到底下 到b33 这个范围里面 我等一下会向下跟下 所以把它先锁起来 F4 那哪一列呢 这个范围的第一列 这个范围的 比如我今天要是入职 是这个资料 是底下这个范围的第一列 按哪一栏呢 因为只有一栏 所以第一列第一栏 按个确定 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它帮你把这个资料带过来 那姓名的部分是要 姓名的部分怎么做 其实 当然 你可以这样 当然比较笨的方法是 直接贴上 对不对 然后你改什么呢 改这个index里面的参数 它里面的话 一样的范围 蓝一样 一定只有一蓝 列的话你把它改成2 改成2不就好了 你会发现抓过来什么 变成流 祥和 有没有 然后如果再过来的话 那不就再把它复制贴过来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3不就好了 改第三列 好 有没有 那这个的话呢 再把它改第四列 可是这样不对啊 你这样势必就是说 你需要一直在更改这个数字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呢 如果你向右填满的时候 它自动帮你把这个1 变成2 变成3 变成4 这个时候 如果你向右的话 你就要去想到 在我们的excel里面呢 有一个去自动抓到蓝 现在的位置的一个函数 那个函数叫什么 叫做column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在这个地方里面 index这个地方 你可以用一个函数取代 叫column c-o-l-u-m-n 这个column 刮胡之后 它会去帮你抓到什么 抓到你现在在第几栏 那因为我其实 我现在放的位置是第四栏 那可是我今天要抓的是 我那个范围的第一列 那第四跟1相差多少 相差3嘛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减3 4就第一了 减3之后就1了 那如果你向右填满之后 它变成第五栏 5减3 诶 变2了嘛 对不对 所以打过一下看一下 向右填满 诶 有没有 你会发现 它就会自动怎么样 删掉了 假设再一次 这边拉过来 诶 放开 有没有 自动帮你抓到 可是问题来了 那跟你向下呢 全部都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它不会 向下的话 因为它蓝都同一蓝 一定都第四蓝 所以第四蓝 抓到还是第四蓝 它不会因为向下 而自动去增加 它的那个什么 它的 就是你要的那个数字 那可是问题 你要的数字 其实在入门八号有讲过 它万年利里面 再来就是什么 往下拉 你要去增加它的什么 倍数 几倍呢 那边是一二三四 四个 一个一个 一个group 一二三四 四个一个group 所以你必须要加四 诶 那什么时候要加四 当它向下嘛 所以接下来 你需要用到一个列 row row那个函数 row是取得什么 取得你现在的列嘛 也就是说你现在的列 如果你要增加的话 那你就加上 打一个什么row 小瓜 那你现在的列在第几列 第二列 所以特别注意哦 第二列的时候 不要加四的倍数 可是呢 第三列就要加一倍 第四列要加两倍 就会自动怎么样 配合那个跟 左边那边的规则 就吻合了 该懂的意思吧 OK 那我们试一下 减掉二 记得先把它刮糊 这个在前面那个 入门班的万年历 那个很像 还有文字有 乘上几倍 如果你四个 就乘上四 好 这样子 有没有完成呢 试试看就知道 打勾一下哦 应该懂我在做什么啦 反正我就是 用index去抓它的栏跟列 从哪边抓 从我们指定的 那个对照表里面抓 但是index非常好用 很多地方 资料库的资料 就是这样抓过来的 来打勾 看一下 向右 向下 这个没有了 太多了 把它超过 OK 有没有发现 诶 是不是 全部的资料都带过来 有没有 底下 诶 有没有 全部的资料 全部带过来 所以 单栏 转成四栏 就这样子 好不好 不要放这边 所以第一阶段 那第二阶段是什么 问题第二个 诶 你说 老师 上面明明就已经有栏位名称了 那你还帮我加什么 入职时间 冒号 那势必怎么样 需要把前面 冒号前面的东西 帮我 删除掉 对不对 那怎么 怎么 怎么做会比较好呢 当然你这个时候 你不可能 点两下 删掉 没这回事吧 所以怎么办呢 势必就是说 你要去切割 那个字串 切割字串 当然如果你没有招的话 会有同学 Ctrl C Ctrl V 然后贴上变直 然后再来慢慢删 这样不是不对的方法 所以在那个我们的 Excel里面 有一个函数 叫做replace 那replace意思就是 你要replace几个字 从头 从第一个字 replace几个字 假设 那我们可以 几个字的话 可以按照上面这个 这边有四个字 那还有冒号就五个字 所以上面两个字 再加一个 三个字 所以你可以配合什么 配合那个replace函数 不过这个等一下再来看好了 第一阶段先到这里好了 我们阶段性的 第一阶段 你要去了解 几个函数 第一个index 取得什么 这个范围 特别说 这个是指的是 这边的范围 我从第二列开始 所以它就是1 11 这个字 1213 分别一个萝卜一个坑 试试看 那等一下我也把这个画面截图 放在云端上面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这个东西 我把它贴到哪边呢 贴到那个我们的 那个云端白板里面 那你找一下 人事资料分栏 等一下我会把这个东西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